根据市消防局 周三下午3点10分左右 位于布朗市伊斯特切斯特区 博士顿路上的一个汽车回收场 爆发三级火灾 多达130位消防员被派至现场救火 市民上传的视频中显示 从远处就可以看到该地冒出的浓密黑烟 火灾造成一人受伤 该人被送医急救 情况危机 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新唐人记者王愚鹤纽约报道